哈嘍大家好 我是曾之茂 風之谷從開服到了現在 已經有15年的歷史 這段歷史中也累積了不少遊戲製作人的心血 呈現在各位玩家眼中的完成品 正在製作的作品 甚至是無法使用而被遺棄的想法 都是作者用心製作出來的 在這個遊戲中有著許多被隱藏起來 沒被使用或是未完成的地圖 在玩家可以用正常的方式看到的地圖之外 也有著許多無法用一般的方法 才能抵達的神秘地圖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要來稍微說說 在遊戲檔案中一些有趣的神秘地圖 風之谷作為一款線上遊戲 有個遊戲公司的辦公室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張地圖的素材風格看起來是近幾年所製作的 在皇家神獸學院的幾張教室裡面 也有使用到部分的素材 我認為原本可能是皇家神獸學院 或是朋友世界的劇情地圖 只是後面被捨棄掉的方案之類的 地圖中可以看到一些畫 右邊有著左右顛倒過來的 過去的維多利亞島地圖 還有應該是現實世界中某人的照片 看到照片的時候還覺得有點恐怖 左邊有著好像是某個抽象名畫 和幻影俠盜的管家的照片 至於上面兩個NPC的照片 我覺得像星光之塔的NPC 不知道各位覺得是誰呢? 墮落城市網咖 相信有許多玩家都曾經去過墮落城市的各種商店裡買過東西 像是裝備電、藥水電、美容院 甚至是拿過鋼鐵母礦去給打鐵鋪進行合成 而在墮落城市中其實有網咖這種地方 在遊戲裡面玩電腦遊戲聽起來就很刺激 這張地圖的功用根據資料是要透過當地的遊戲代理公司 所指定的網咖 並由墮落城市前往才可以抵達 使用之後會有經驗值和吊寶率的加成 至於台服有沒有開放我就不太確定了 沒辦法那時候我還小 根本沒有那部分的記憶 有趣的是據好友透露 遊戲中存在滑鼠這個道具 我是覺得與網咖地圖應該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這項道具我印象中有在過去的拍賣 和智慧貓頭銀中看到 應該有一段時間的歷史了 另外地圖檔案中還有一張地圖是通網網咖的路 只是不太確定是否相關 畢竟兩邊地圖的風格差異有點大 墮落城市夜市 有玩過風之谷的人都知道 遊戲中有不夜城這個區域 也就是依照現實中的夜市所製作的地圖 所以說到夜市 大多數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不夜城 但是實際上風之谷遊戲中 不是只有一個夜市而已 墮落城市其實也有一個夜市 不過貌似只有出現在測試服 政府沒有使用到 地圖中使用蠻簡略的背景 和一些簡單的墮落城市風格的平台 裡面的NPC 都是在不夜城中 與調整外觀有相關的NPC 這個地圖實際的作用 或許是為了能夠比較方便使用這幾位NPC 因為早期的美容券 都是有純樁限制的 種類也各有不同 但是後來可能直接拋棄了這個想法吧 諮詢室 這是位於天空支撐左邊地圖中 一個看似壞掉的拱門 這張地圖 目前是無法進入的狀態 進入之後 好像也沒什麼實際的作用 根據過去的資料 這裡本身沒有任何的用處 甚至連個NPC都沒有 早期比較多人用於當作公會地 甚至是秘密基地使用 稍微後面的版本 裡面增加了一位 各位熟知的姑姑博士 圖示是之前英文村的NPC 但是這邊叫做姑姑仔 比地圖名稱看起來 應該是用於讓玩家詢問問題使用的 但是 後面好像還是沒有開放 就直接關閉了 現在基本上找不到 任何有關NPC作用的資料 或許是跟之前的小幫手衝突到了吧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內容的設計蠻完整的 過後的風格也符合活動 可樂村的相關檔案 包含地圖 怪物 NPC 道具裝備等等 都有存在於台服的檔案之中 不過蠻多的部分 都沒有進行翻譯 還是韓文的形式 台服並沒有開放使用 算是一件蠻可惜的事情 到了現在 有時候還是會看到 有人留言問 會不會出之類的 其中NPC 幾乎都是以白熊的形式來展現 特別是這隻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牠有莫名熟悉的感覺 好像之前很常在某個地方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 虛華幻境就是了 幸福村也就是許多人熟知 聖誕節活動地圖 就是那個拿取球打雪人 野外地圖打巨大聖誕襪 用妙手術偷聖誕綠水靈 掉落的加持道具等等的活動 是聖誕節最具代表性的地圖 連聖誕小屋 克里夫小屋 和可以購買裝飾品 來佈置聖誕樹的月光森林 這些地圖 都還存在於 現在的風之谷遊戲檔案之中 甚至連之前萬聖誕地圖的 納鬼宅底相關地圖 地圖的檔案都還在 就是最早需要指定點裝 才可以進入的活動 像是煙囪各個房間 房子外面打洽擊的地方 南瓜田等等 也都還存在於檔案之中 不過 鬧鬼宅底在2016年的時候 好像還有被拿出來使用過 所以留著重複使用 應該也是不意外啦 秘密基地 這張地圖 我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印象 地圖有沒有曾經使用過 我就不太清楚了 地圖中使用的素材 新舊兩種風格都有 應該不會是早期舊有的 不過使用舊風格的素材比例比較高 背景也是早期的弓箭手村 只是素材使用的位置較為詭異 有一種測試用的感覺 地圖中的NPC 像是早期官方辦活動的時候 會使用到的NPC 另外這張地圖中 有非常多的傳送點 會傳送到各種奇妙的地方 有點像需要 一個一個房間接著完成的感覺 連著的地圖 名字都叫做 東方秘密基地 和南方秘密基地 連接的地圖分別是 東郊平原和南郊平原 兩張地圖 由名為黃金傳說的地圖連接著 地圖的配置和分布算是完整 感覺曾經是什麼活動的才對 當然 地圖的檔案中 也有蠻多有趣的地圖 像是類似官方人員的測試用地圖 裡面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也有可能是 前幾個工作人員留下來的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分享出去讓你的朋友知道 那麼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